玉米这样做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干扁玉米粒的家常做法 干香酥脆,老少皆宜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简单又节地气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玉米粒半斤左右 我这是用新鲜的玉米掰下来的 没有的也可以用罐状玉米代替 玉米粒中放入一勺的即适粉 增加香味和颜色 然后再放入玉米淀粉稍微多一点 翻拌均匀,增加酥脆的口感 再放入食盐适量 可以防止下锅炸吃的时候爆裂 如果粉感觉比较干的 最重要是放入少许的清水抖匀 然后继续翻拌 这样可以使粉和每一粒玉米都均匀地沾上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做这个干扁玉米粉稍微要拍厚一点 这样做出来口感才吃着外酥里嫩 最要是像这样边拍粉边放水 反复两次的操作 这样做出来效果最好 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接下来切点辅料 清红椒洋葱丁搭配颜色增加香味 各位好朋友 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切好放入盆中 把洋葱丁尽量掰开 食材准备好后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烧油 把油温稍微烧高一点 大概六成热 这样可以防止炸制的时候粘连 油温烧至六成热倒入锅中 下锅后先静置五秒钟左右 在晃动锅底用勺子推散 这样可以防止玉米粒脱货 甜心好看 保持中火炸制大概两分钟左右 用勺子推动让其受热均匀 炸制玉米粒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即可关火烙出 可以看一下这样炸出来效果非常的漂亮 因为一般掌握不好 表皮就会破裂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青红椒洋葱粒 研讨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控干油粒玉米粒 保持中火翻炒几下翻炒均匀 调味就只需要放入椒盐就可以了 这个量根据你个人的口味放入 没有的往上或者是超市都有瘦 快速的翻炒均匀 刷开调料 做这个菜不需要鸡精味精之类的 翻炒均匀就可关火出锅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又香又脆的干扁玉米粒就做好了 尤其是女士和孩子最喜欢吃这道菜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